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岳飞诞生在河南汤茵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 少年时的岳飞酷爱读书 他吃苦耐劳 体力过人 射箭使枪 技艺超群 公元126年冬 金军占领了北宋的首都开封 第二年春 宋徽宗 宋亲宗父子被金军俘虏 开封城内几节一空 北宋灭亡 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 岳飞抛下老母和妻儿奔赴抗金前线 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也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 他在抗击金军的战场上屡见战功 成为南宋朝廷倚重的高级军事将领之一 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 勇敢善战 被称为岳家军 从公元1134年到1140年 岳家军在抗击金军的战场上战功捉住 岳飞收复了南宋的许多师弟 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 金军惊叹 汉山翼 汉岳家军南 公元1140年 岳家军收复了西京洛阳 一次与金军的战斗中 岳家军击败了一万五千名金军 取得了空前打击 就在北伐胜利在望的时刻 岳飞却接到南宋朝廷送来 措置班师的指示 他突然醒悟到 朝廷实际上并不希望抗金大业成功 悲愤满怀的岳飞只能仰天长叹 十年之功 废于一旦 此后 宋高宗赵构和掌管军政大权的秦桧 开始收缴朱大将的兵权 秦桧是投降派的代表 岳飞一向反对趋吉议和 成为他的眼中钉 秦桧售使党鱼 诬告岳飞部将张宪和岳飞的儿子岳云谋反 根据一些扑风捉影的所谓罪证 以莫须有的罪名使岳飞入狱受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